大家好,我是南勇,是丛林运动馆的创始人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训练计划是身体推进器上肢的练习 主要是在讲我们推的这个功能 相对来说呢,我们觉得能够轻松的推起自己的身体 比你推进,推动这个重物,这个需求更大 所以我们在这份计划当中安排了很多的自重训练 包括倒立的身体,包括俯卧身,这些练习 只有你在这个基础上强化了以后 我们才会建议你去推动更重的重量 那其次呢,为了让身材变得更好看一点 为了让这些局部的肌肉群的能力也提升 所以我们安排了一些孤立的练习来发展这些肌肉 那这就是身体推进器上肢的推的练习 OK,哑铃交替的弯举啊 我们先讲一下动作 好,交替弯举我们用站姿的双脚分开与你的髋关节同宽 站定保持好你身体的稳定 然后哑铃是从身体的侧面拿起啊 在拿的过程是先向前让这个哑铃超越你的身体 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旋转手臂 当你的这个前臂和地面接近水平的时候 你刚好把哑铃转到了掌心向上的位置 刚好手掌转到向上位置 从这个位置开始向上弯起 向上弯起 侧面演示一下啊 开始转转转到这里 小臂跟地面几乎是平行的 然后向上弯起 弯曲到哪个角度呢 大概是50度60度的样子 让你的手臂完全肌肉收紧 不要到这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你的二头肌放松了 始终保持二头肌奔紧 这个状态 然后慢慢下放到这个位置再旋转回来 好 慢慢旋转回来 好 两个哑铃拿上就是交替的 完成这个动作 向下 OK 亚铃的交替弯曲 长凳倾斜亚铃弯曲啊 是个很好的锻炼 攻二头肌的练习 而且它是个很好的孤立练习的动作 我们做这个练习之前呢 先要把这个长凳的角度调整好 我们通常会用一个倾斜角度大概是60度到70度的角度 好 把它调整好 然后呢 坐在长凳上还要调整身体的位置 两肩下后站也就是挺胸啊 然后身体靠在长凳上 这是我们的头要不要靠在这个板凳上 不一定 通常倾斜下我们要要求你的下额微收 如果你的下额微收倾斜下 你可以把头放在长凳上你就放上去 如果做不到 保证下额微收是最重要的 不要这样变成仰头了 你的这个颈椎的位置已经不对了 所以你的肺部贴紧 下额微收就可以 然后让你的手臂自然下垂 自然下垂 如果在这个状态下 你的肩关节没有疼痛的感觉 非常好我们可以进行不动的练习 如果你放到这就有疼痛 那我们不能做这个练习 包括接下来你要拿起一个重量 靠到这里 你把你的手臂一往下放 你觉得这里很痛 停止不要做这个练习 可能我们要改一个其他的练习 如果没有这些问题 OK 拿起重量 挺胸 双手自然下垂 背部靠近下额微收 把你的手掌心转向正前方 好吸气 呼气的时候 拉起 注意小臂和地面平行就可以了 平行的位置 不需要完全拉上来 到这里 然后慢慢吸气 下放到你的手臂 即将伸直的时候 停住 呼气 整个过程中 一定要固定好大臂的位置 不要让你的大臂前后的晃动 固定在这里 只要你的左关节发生弯曲 对方 傾斜长正的弯曲 Good 单臂哑铃仰卧推举 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胸部肌肉 三脚肌前素和攻三头肌的练习 为什么我们要做单臂 因为在生活中 我们在做推这个动作的时候 往往是单侧在发力 所以我们要把功能性也引入进来 所以我们在做单臂哑铃推举 更实用 同时在我仰卧单臂推举的时候 对核心的要求进一步的提升 所以我们现在用单臂 在功能性上要好过双臂的哑铃推举 好 动作要领是这样 仰卧下来 收紧你的整个肩胛骨 肩带 沉肩 注意让你的大臂垂直于地面 这是起始位置 好 向下 吸气 下放 放到你的左关节 这些略低于你的身体平面 呼气 向上推起 推起之后 一样 不要完全锁定你的左关节 锁定左关节以后 胸部 肌肉的压力断掉了 所以保持微躯 让压力始终在胸部 再吸气 你的另外一只手 可以伸出去 帮身体掌握平衡 OK 这个动作最后要讲一下 就是容易发生一个动作叫耸肩的动作 可能是你肩带的稳定性不够 也可能是肩关节的灵活性不够 如果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出现了向上耸肩的动作 那么先停止做这个动作 来调整好你的稳定 和灵活以后 才能完成这个练习 单臂的 哑铃仰卧推举 单臂哑铃投后 必屈伸 这个练习是一个 相对简单的练习 它主要的目的是发展 我们攻三头肌的肌肉的力量 和它的体积 它是一个孤立的动作 所以只是在锻炼 攻三头肌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要固定好我们的关节 保持身体的稳定 我们拿起一个哑铃 将它举过头顶 然后让你的大臂垂直于地面 最好是在耳朵的侧面 然后慢慢地弯曲手肘 让你的这个 肘关节的角度 接近于90度 吸气 呼气的同时 向上伸直手臂 注意手臂不要完全伸直 形成一个 这个锁定的状态 锁定的状态的情形下 你的攻三头肌就已经放松了 所以我们在 即将伸直的时候 停住 然后吸气慢慢还原 还原到肘关节 接近90度 呼气向上 连续进行 注意这个时候 注意你的核心一定要收紧 臀部收紧 才能减轻对腰椎的压力 OK连续进行 三臂 雅铃头后必去伸 倒立 撑起练习 倒立 撑起练习 是一个非常好能发展 我们肩部肌肉 胸部肌肉 以及手臂肌肉的练习 同时呢 倒立 撑起是一个非常实用性的练习 它能够把上速这些肌肉群的力量 整合起来 变成一个很实用的功能 那再者呢 我们倒立撑起对整个身体的协调和控制 要求都非常的高 包括我们核心肌肉力量的这个控制 所以倒立撑起是所有推练习当中 如果你有能力必须要做的一个练习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要领 我们一般是靠墙 来做倒立撑起 那么距离墙壁的距离 大概是你的一个脚的长度 还有双手的这个距离呢 比你的肩稍宽 比你的肩稍宽 手指指尖指向墙面 正指向墙面 好 我们先来倒立起来 好 注意我们头部的位置 我们不要过度抬头 而是头顶向下 因为我们向下放的时候 头顶要轻轻的触壁面 然后升起 在下降的过程当中 眼睛始终看的 是自己身体眼前大概五六十厘米的距离 慢慢的吸气向下 鼓起推起 吸气向下 鼓起推起 OK 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的腹肌一定要控制你的身体 不要让你的宽部 太多的向前推出 这样你的腰椎的压力会变得比较大 这就是倒立推起 这就是倒立推起 俯伯程矩阵练习 俯伯程矩阵练习是个非常好的发展 整个胸肌 三脚肌 以及三头肌 的练习 同时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核心练习 因为在整个过程中你要控制好你的核心 同时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耐力练习 它是由四个动作组成的 第一个动作 单臂撑起 触胸 所以它是单臂主要发力 下方撑起以后 一只手要抬离地面 触碰自己的胸部 注意保持双肩始终跟地面 高度是一致的 好 连续做 一只手做五次 换另外一只手 做五次 第二个动作呢 转移式地复合撑 移动过来 向下 标准佛撑 然后连续进行十次 再接下来第三个动作是 钻石佛撑 窄具地 让你的双手形成一个钻石的形状 手关节微微向外 下方的时候注意下方深度 我们一般建议你的胸口 要触到地面或手指 OK 最后一个佛撑 在你非常疲劳的情形下 我们还要进行爆发性的练习 五次 爆发如果你可以积掌 没问题 OK 所以总的数量是 五次 单臂撑起 再加五次 就是左右手 加在一起十次 十次的转移 复合撑 十五次的 钻石复合撑 五次的爆发式撑起 下面我们整体演示一下 我就演示两次 好 尽可能地连着篮 一共四十次 佛撑俱正 钢线飞鸟练习 这个练习主要是 孤立地发展我们胸部肌肉群的练习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有几个要点要讲一下 一个是我想发展我胸肌的哪个部位 跟我的手臂和躯干的夹角有一定的关系 当我的手臂的夹角 跟身体的夹角 从侧面看 越大 那发展的胸肌的部位 就是越靠上 越靠上 如果取得更高 超过了九十度 就靠近什么 三脚肌前素和胸的上半段 上腹 如果越向下 发展的胸大肌的部位 就是越靠下 而且呢 越向下 胸肌的外侧 发力会更多 发力会更多 这是一个要求 就是你的目的在哪里 然后你来决定这个角度的大小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 飞鸟的时候 要注意我们的肩胛骨 是固定不动的 不要做一个肩胛骨前引回缩的动作 有时候你做前引的动作 仿佛觉得 好像我的胸肌收得更紧了 但是其实呢 你胸肌的靠近这个锁骨部位 然后靠近我们的 就是连接到 我们锁骨部位和这个外侧 这个三脚肌的外侧 这部分的肌肉呢 是放松了 所以我们一般不建议说肩胛骨要前引 而要固定住肩胛骨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容易出现一个耸肩的动作 你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 肩部向上手 会让你的斜方肌上段变得紧张 同时呢 胸大肌放松 没有办法很好的进行收缩 这几个要点 注意了 就可以完成这个练习 你演示一下动作 最好是前后建这个站立啊 站立完了以后呢 收紧核心固定好你的躯干 把手柄拉到体前 挺胸回缩肩胛骨 吸气慢慢 打开 然后手肘呢 跟我的躯干在一个平面内 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向后拉的开开 呼气 吸气 呼气 你的双臂像抱一个大木头一样 向内核 环抱 注意我们的肩带 也就是肩胛骨 始终是固定的 所以做这个练习的时候 不要用太大的重量 你用太大的重量 往往无法控制 好 找不到肌肉的感觉 这就是钢线飞鸟